新增的就是 新增資料 以ADO新增 利用ADO新增資料 Safe一下 然後這邊的話 利用這個Button按右鍵 指定聚集的話 利用 這個 OK按確定 來看一下 這邊的話把原來就是要刪掉 刪掉之後的話呢我們再來看一下 印象中應該這樣就OK了 新增 好 那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一筆就我剛剛新增的 那新增完之後呢 馬上就可以秀出來 而且你會發現非常的 非常的簡潔 為什麼呢 因為他直接 就是 一行 就直接exque 有沒有所以你會發現了你可以 增加這一行 就增加AB 多好 但是呢問題來了 可是如果說你今天是希望怎麼樣 以為條件要跳出訊息嗎 要跳出三個東西 那分別再把三個東西 印射進去的話 那 這裡稍微改一下 比如說我這邊可以 建立 想說三個 ABC好了 上面先定一下 宣告一下 A B 3個東西 ABC好了 就這樣 然後 A等於什麼 Input Box 這邊的話 請輸入 就輸入一下 請 姓名 然後 後面的話就是 B的話就是請輸入 再來是C ABC的話分明是請輸入 再來是時薪 這樣是 時間 然後分別 再分別把這個ABC有沒有 因為他這個條件 所以再把分別把這個ABC 分別怎麼樣 分別把它填到 我們一個蘿蔔一個坑 Value的裡面 那特別注意 這個問題就來了 如果你這樣填可以嗎 應該是不行的 因為他是變數 變數要放在裡面的話 你要考慮到幾個問題 怎麼樣呢 要把它切個開 因為 就跟我們前面練習一樣 要必須 這串切開來 然後中間放變數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喔 一定要 比如說他是前後單引號的 請你把中間的東西先 選起來 然後雙引號 雙引號 移到中間 空白 and 空白 and 空白 在 中間加個 A 空白 這個觀念